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大根本身平平无奇 但是却因为一件事情 现在家有双亲 夜夜生哥好不快活 在当地也成了一段佳话 刘大根是一个柴夫 娘死得早 从小和爹爹一起生活 每日就靠着上山砍柴卖柴来维持生计 日子不富裕 倒是也勉强能够维持生活 刘大根为人特别的和善 完美地继承了山里人该有的淳朴和善良 虽然家里很穷 但是他从来不做缺金少两妹良心的事儿 该多少是多少 甚至有时候还会免费给一些不方便的老人送一些柴货 这天 刘有根和以往一样 砍完柴向家里走去 有根 有根 你等等 听到声音的刘有根当即转过了头 哦 是刘婶啊 有什么事情吗 嗨 找你可真是难找 是这样的 今天镇里的刘掌柜托人过来找你呢 说过几天家里要摆宴席 需要找你订一些柴货 结果没看到你的人就先走了 我刚好看到你了跟你说一声 好了 谢谢刘婶儿 刘有根兴奋地硬着 第二日 刘有根给爹爹交代完 就驾着家里的牛车 拉满柴火向镇子里走去 一路上很是开心 边走边哼着小曲 小鞭子慢悠悠地抽打着牛背 老火鸡 再坚持坚持 马上就到了 哈哈 这一次能卖不少钱 去了镇里一定给你弄一点细凉吃吃 刘有根笑着说道 救命 救命 正在这时刘有根听到了女子的呼救声 连忙须一声停下了牛车 朝河边看去 果然 看到了一个落水的女子 正在河里扑打着 水花眼看着就要沉下去了 刘有根二话不说 一邪都没脱 扑通一声就跳进了河里 山里的孩子 从小在河里游泳习惯了 所以刘有根的水性还是不错的 过去之后揪住女子的衣领 三两下就花到了岸边 自己也累得够呛 气喘吁吁的 呜呜 多谢公子搭救 女子带着哭腔的声音传来 刘有根也顾不得喘气了 转过身想要回话 看到女子的那一刻 刘有根一时间呆住了 刚才在河里忙着旧人眉西看 现在才发现这女子 柳眉拂面 腰身纤细 穿着一身黄色的连衣裙 此时被水打湿 紧紧地裹在身上 刘有根从来没见过 这么漂亮的女子 公子 公子 女子又一次呼唤了刘有根 刘有根缓过神脸红到了耳根 窘迫不已 连忙拱手道 不客气 不客气 说完也不敢看女子 姑娘 这荒娇也领的 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了 今天要不是我经过 这吊入河里多危险啊 连个救你的都没有 呜呜 听到这里 女子哭得更伤心了 眼泪汪汪地看着刘有根 说道 呜呜 实不相瞒 我是从河南一路逃荒到这里来的 可是路途中 娘病死了就剩我一个了 没想到刚才在这里 遇到了一只老虎 吓得我慌乱之中掉入了河里 呜呜呜 说完姑娘哭得更伤心了 刘有根看着女子哭了 一时间手足无措 她长这么大和女孩子说话 都没有几次 压根而不会哄 只能手忙脚乱地 从自己身上掏出来一个汗金 递过去说 姑娘你先别哭 擦一擦吧 女子接过汗衫也是脸色微微一红 因为这是刘有根的随身之物 但是她也没有拒绝 多谢公子了 小女子叫做刘小瑜 不知公子贵心啊 女子红着眼睛说道 客气了 我叫刘有根 那姑娘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 我还要赶去城里送柴火呢 刘有根问道 女子抽气了一下 擦了擦眼泪 刘大哥 我在这人生地不熟的 你能烧我一程吗 我就跟着你的牛车一起去城里 可以吗 看着女子一脸期待地看着自己 刘有根想了想说道 那行 那你就和我一起吧 就这样刘有根带着刘小瑜 一起上路了 在路上两人也没有了 刚开始见面时的尴尬 刘有根也不再拘谨 和姑娘一路说说笑笑 还颇有共同话题 一路上刘有根感觉从来没有如此的开心过 连今天送柴火的新老都觉得没有什么 牛大哥 怎么了 怎么了小瑜姑娘 刘有根好奇地问道 女子脸色一红低了低头说道 牛大哥 你是个好人 我的命也是你救的 假若你不嫌弃的话 我想嫁给你 跟着你过日子可以吗 听到女子这样说 刘有根心里通通直跳 他也很喜欢刘小瑜 只是没想到这么漂亮的姑娘会主动提出这个要求 刘有根当即连忙点头 松完柴就带着小瑜回了家 刘有根爹爹做梦也没想到儿子能娶到这么漂亮的媳妇 温柔善良 落落大方 当即还以为祖坟冒了青烟 就这样 刘有根和刘小瑜在村里人的共同见证下 热闹地结了婚 婚后的刘有根继续每日上山砍柴 而小瑜就在家里洗衣做饭 打扫屋子 把家收拾得井井有条 有了妻子的刘有根 干活也更加地有力气 小两口日子过得颇为幸福 这天刘有根兴高采烈地回来 她刚卖了两捆柴 对方价钱给得很高 兴冲冲地进屋子就去找小瑜 小瑜 我回来了 哈哈 刘有根兴冲冲地走进屋里 却看到妻子正在那里偷偷地抹眼泪 看到她回来了手忙脚乱的 起身勉强一笑说道 你回来了 快休息一会儿吧 两人已经结婚快一年了 刘有根自认已经非常地了解妻子 他知道妻子有心事 当即问道 怎么了 是受什么委屈了吗 小瑜 没有 我好着呢 有根 真的没事儿 刘有根自然是不信的 再三追问下 小瑜红着眼睛说道 有根 假如有一天我不在了 你不要想我 一定要好好生活 好不好 说什么胡话 不可能的 我们永远都不会分开 刘有根走过去牵起妻子的手 柔声地说道 小瑜勉强一笑 点了点头 好我们永远不分开 经过这一段小插曲 刘有根更加地疼爱妻子 刘小瑜也越发地体贴入微 这天镇上的刘掌柜 又叫刘有根去城里送柴货 刘有根早早地收拾好行李 在妻子依依不舍地眼神中朝镇上走去 因为心里有牵挂 所以今天刘有根送得格外地快 第二天清晨就早早地回到了村 他现在一天不见得自己的妻子 就感觉魂都没地方放 回到家却没见到妻子 他去旁边找自己的爹爹 爹 小瑜呢 刘爹惊诧地抬头 小瑜 他不是说去村口找你了吗 听到这儿刘有根一浪 找我 妻子他是知道我去城里送柴货的 去村口找我干嘛呢 说完连忙进屋 去看了看小瑜的东西 都还在 他心里微微一松 因为在他们这里 以前也出现过妻子嫌弃太穷 最后走了的情况 很明显小瑜不是这样的人 那妻子能去哪儿了呢 刘有根非常的疑惑 想了想说道 爹你先在家里 我出去找一找小瑜 说完刘有根迅速地来到镇上 可是询问了好一圈 都没有人见到小瑜 这让他一时疑惑不解 实在想不通妻子还能去哪儿 就这样第二天小瑜还是没回来 刘有根的爹爹 也感觉到了事情不对劲 说道 有根啊 你个兔崽子是不是欺负小瑜了 怎么一个大活人说没就没了呢 他其实心里也非常的急 因为这个儿媳妇 不仅贤惠能干 对他也很是孝顺 第三天依旧没有小瑜的踪迹 村上已经开始流言四起 都在七嘴八舌地说着 刘有根的媳妇儿跑了 刘有根听到也没法反驳 但是他心里明白 小瑜绝对不是这样的人 肯定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 回家的路上刘有根越想越难过 因为他很爱自己的妻子 现在这种情况 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忽然 他想到在镇子的山腰上 有一个道士 那个道士是他有一次砍柴遇到的 当时老道受伤了 他帮忙扶回了道观 老道说过 以后要时遇到什么问题 可以去找他 虽然自己当时没有当回事儿 但是现在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他想去问一问这个老道 因为好多修道者 都会一些神鬼莫测的手段 万一能够算出点什么呢 想到这儿刘有根当即就加快脚步 向老道那里走去 翻过了好几个山头 刘有根终于到了 敲了敲门 老爷子 我是刘有根 今天来看看你呢 哈哈 好 我就知道你小子心善 老道一边笑 一般给刘有根开门 咦 有根 你最近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怎么我看你头顶阴气郁洁 隐隐的有妖气往上冲呢 啊 妖气 听到这儿刘有根一惊 随后笑了笑说道 不会的 是不是老爷子你伤还没好 最近眼睛有点花了呢 我每日砍柴也没什么事情 怎么可能有妖气呢 老道摇了摇头说道 不对 你这妖气缠绕 已经入骨三分 看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来你进屋给我详细说说你今年来的事情吧 于是刘有根就跟着进了屋子 从他和老道分开 到后便救了小鱼 小鱼和他结婚到现在不见了的事情 都一股脑地说给了老道 听到这儿 老道点了点头 我明白了 你身上有没有你妻子的物品什么的 让老夫来给你推算推算 听到这儿 刘有根连忙从脖子上取下了一根平安绳 这根绳子是小鱼在婚后专门给他编出来的 他一直戴在身上 老道拿着平安绳掐了又掐 随机猛然开口道 这就对了 有根你的妻子不是人 听到这刘有根一浪 什么 我妻子不是人 老爷子 我尊敬你 但是你可不要胡说 小鱼对我非常好 我也很爱他 怎么可能不是人呢 你莫不要骂人 看到刘有根有点生气 老爷子笑了一声 说道 没有 有根你妻子真的不是人 他很可能是一个妖 而且还是鱼妖 你这样 我说你肯定不信 那我就给你推算一下 你妻子的方位 说完老道又掐指算了一会儿 咦 有根 你妻子就在你家里啊 在家里 刘有根激动地一下跳了起来 好好好 那我就赶紧回家 去找我的娘子 假如确实在家 我一定要带来让你看看 让你知道 刚才你说我妻子不是人 纯属胡说八道 老道笑了笑随即又眉头微皱 他觉得隐隐哪里不对 于是说道 你把这个拿着 说完往刘有根这边一扔 刘有根连忙接住 是一块黑乎乎的石头 这是打妖石 你拿着它 万一遇到危险了 比如有妖气出现的时候 你就把这个连忙扔过去 它能救你一命 刘有根这会儿知道了 妻子的消息 恨不得立马回家此时 看着石头也没多说 揣在兜里就往回赶去 很快他就来到了家里 此时的天色已经比较暗了 刘有根三步并坐两步 刚走到院子就见到了朝思暮想的小鱼 正坐在院子里发呆 小鱼 小鱼 刘有根连忙奔了过去 一把将小鱼揽在了怀里 他实在是太想念妻子了 找了好几天都找不着 没想到妻子竟然回来了 小鱼惊诧了一下 随即就缓住了刘有根的身子 我也想你了 有根 你这两天去哪里了呀 我找你找得好辛苦 到处都找不着你 刘有根连忙问道 我 我想出去找你呢 结果走迷路了 你也知道我方向感不好 上次就迷路被你搭救了 刘小鱼解释道 听到这儿 刘有根更是心疼地 把小鱼往怀里懒了懒 听话 以后不要乱跑 我出去干活的时候 你在家乖乖等我就行了好不好 刘小鱼乖巧地点了点头 两人相识一笑就走进了家里 刘爹看到儿媳妇回来了 也很开心 连忙杀鸡载鱼的 晚上做了丰盛的一桌 想给小鱼补一补 可没想到 小鱼看着满满一桌菜 却皱了皱眉说道 爹爹 你们吃吧 我最近胃口不好 不太想吃东西呢 虽然刘爹有些疑惑 但想着小鱼最近走丢了 估计时受了惊吓 没胃口也正常 就说道 那行 给你留心 你饿了再吃 就这样这顿丰盛的饭菜 就在两个吃一个看中结束了 看了看天色 也该休息了 刘爹就打了声招呼走了 把时间留给年轻人 他还想早些抱孙子呢 收拾好后 准备上床睡觉 小鱼却犹豫了一下迟迟没有上床 刘有根惊诧地问道 小鱼来休息啊 你傻站在那里干什么 刘小雨犹豫了一下 还是走了过来 露出了勉强的一笑 好的有根 我先去洗洗马上就来 说完连忙走出了门外 刘有根虽然疑惑 但也没多想 就在床上等着妻子 过了一会儿 小鱼回来了 什么也没说 直接灭了灯 刘有根和妻子 已经分离好几天了 自然是想念得紧 一上床 他就把小鱼压在身下 闻着妻子香喷喷的身体 一阵摸索 正在他关键的时刻 疑惑地问道 小鱼 你今天怎么这么紧张呢 不会是几天 没见夫君害羞了吧 哈哈 刘有根打趣道 小鱼还是没说话 但是紧绷得身体放松了 就这样刘有根一阵折腾 终于缓解了最近的相思之苦 第二日刘有根 按照往常早早地起来 就上山去砍柴 到了晚上夜幕时分 才一步一步地 扛着两大捆柴火 向家里走去 刚走到家门口 他就听到了小鱼的哭喊声 爹爹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爹 醒醒啊 听到这儿 刘有根心里咯噔一声 爹怎么了 连忙扔下柴火 三步两步地跑过去 房门一推开 就看到自己的爹爹直挺挺的地上 一阵抽搐 刘有根大惊失色 连滚带爬地跑过去 爹你怎么了 刘有根叹了一下 还有一点点气息 连忙用手掐人钟 刘爹终于睁开了眼睛 却惊恐地看着刘有根 有根 有 话还没说完就咽了气 爹你醒醒啊 爹 刘有根边哭边摇晃 可是爹爹再也没有醒来 小鱼哭得伤心无比 泪眼婆娑地说道 我正在家里做针线活呢 爹爹忽然开门进来说自己难受 我还没来得及给他倒杯水 他就倒在了地上 呜呜 说完哭得声嘶力竭的 看到小鱼哭得这么伤心 刘有根也只好先安慰了一下妻子 随后找来了镇上的大夫 看了看 说爹爹是得了疾病 刘有根也就只能和小鱼一起 把爹爹给埋葬了 爹爹死后 家里就只剩刘有根和小鱼俩人了 小鱼到时第二日开始 就已经不再悲伤 但是刘有根每每想到爹爹 还是会伤心落泪 这两天连砍柴都没有心情 晚上 刘有根躺在床上 小鱼今天却主动地过来 揽着刘有根的脖子说道 有根 我想要 刘有根一愣 随即有点生气地说道 小鱼 爹爹尸骨未寒 我实在是没有心情 再过几日好不好 没想到小鱼听到这里 竟然有些生气 冷冷地说道 那好吧 那今晚我去隔壁房子睡 说完抱着枕头就走了 弄得刘有根莫名其妙的 小鱼什么时候变得脾气这么古怪了 躺在床上左思右想 刘有根觉得还是过去哄一下 毕竟是自己的妻子 小鱼和爹爹在一起的时间不长 感情不深也可以理解 于是就走向隔壁房子 刚走到门口却听到了 里面传来了水的声音 有有根疑惑不已 大半夜的小鱼在泼什么水呢 难不成十发脾气 于是他也就没有敲门 想透过窗户先看看妻子 在里边做什么 他把眼网过一凑 看到的场景却让他双腿颤倒 差一点惊叫了出来 房子里有一个浴缸 室院子里的 不知道怎么被小鱼给搬进了房子 乡间微露 优华白杰的肩膀和缩胸 这些刘有根都很熟悉 让他吓得颤抖的是 从胸部往下居然变成了一条硕大的鱼尾巴 因为钢体太小 尾巴居然已经延伸出了钢外 腰 妖怪 刘有根吓了一跳 紧紧地捂住自己的嘴 他怀疑自己出现了幻觉 连忙又看了一眼 还真是上身是妻子 下半身是一条鱼 他猛然想到了老到前两天说的话 说自己染了妖气 难不成妻子正被妖附身了不成 想到这儿他也来不及害怕 连忙退开门叫道 我来救你来了 说完就像水刚冲去 没想到小鱼惊慌不已 出去 你快出去 不要进来 但是刘有根已经走进了房里 正惊恐地看着妻子 哎 当个凡人一点都不好玩 本来还想再试试 没想到这么快就被你发现了 说完竟然用尾巴站立起来 刘有根看到这大惊失色 当即从胸口掏出打腰室扔了过去 哐当一声 钢体破碎了 小鱼摔在了地上 上身还是人的身体 下身是一个硕大的尾巴 在地上摔得啪啪作响 花容失色地叫道 有根你干什么 有话好好说 快把我放进水里 快点啊有根 看到小鱼如此的急切 有根反倒不慌了 他看出来了 眼前的这个像小鱼的怪物 现在突然离开了水缸 感觉就像鱼儿 马上要干死了一样 于是他冷冷地说道 你到底是谁 你不是我的小鱼 你不说我就让你干死在这里 实不相瞒 上面困住你的是传说中的打腰室 你是挣脱不了的 哼 你看我能不能挣脱得了 说完 对面怪物身体越来越大 隐隐地要完整地化成一条鱼的趋势 无量受佛 忽然一声道号响起 大神石上面浮出了一张虚影 仔细一看竟然是老道 大胆妖孽 竟敢搬门弄斧 说完 老道手指一点 只见一阵金光闪过 对面的女子身上出现了一圈圈金色的丝线 把她越缠越紧 又缠回了刚才人手余身的模样 饶命 饶命 上先饶命 求求你放过我 对面的女子不停地求饶着 哼 你到底是谁 素素说出实情 老道的虚影大声地呵斥着 我说我说 我不是小鱼 我是小鱼的姐姐 听到这儿刘友根大惊失色 这居然是她的大姨子 来不及多想 她连忙问道 那我的妻子在哪里 你把她藏到哪去了 哼 那个死丫头估计早都已经死了吧 对面的女子 恨恨地说道 还不说实话 说完老道手又是一紧 对面的先生咔嚓一声猛然一紧 疼得女子面色苍白 连忙说道 我说我说我马上说 我带你们去找她 嗚嗚疼死起了 听到这儿 老道手松了一下 里面的女子又化成了小鱼的模样 二话不说就带她们往前走去 大概走了一个时辰 来到了后山的一个山洞里 竟然还有这个地方 刘友根很是诧异 因为她每日砍柴 竟然从没发现 还有这样一个隐蔽的地方 就在里边 女子指了一下说道 刘友根当即连忙向山洞里跑去 小鱼 小鱼你在吗 我在 我在这里呢 有根 一个女子的声音急切地传来 刘友根连忙朝声音处跑去 终于看到了她日思夜想的妻子 但是妻子现在看起来颇为凄惨 疼妥够面 五花大膀 小鱼 刘友根看到这里 只觉得肝胆剧烈心疼不已 连忙跑过去给小鱼送了宝 啰啰啰妻子乱糟糟的头发说道 小鱼你怎么样了 别怕 我来救你来了 别怕 小鱼看了看刘友根 瞬间泪水涌下 但是她摇了摇头 什么也不说 这可把刘友根急坏了 连忙爆出山洞 看到被老道压着的女子喝道 快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要不然我让老爷子宰了你 哼 听到这女子慌了一下 连忙一五一十地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这个女子还真是小鱼的姐姐 她们俩是双胞胎姐妹 都是为和李修炼成人的锦理 只是姐姐红脸 从小就要强势一些 她见不得妹妹比她好 前几年北海的娇太子过来提亲 要娶妹妹 红秀很嫉妒就把小鱼骗造 代替妹妹嫁了过去 本以为会荣华富贵锦衣足食 没想到嫁过去后 娇太子确实生性残暴 动不动对她实行殴打 红秀忍受不了 就逃了回来 她现在想让妹妹过去 因为本身该妹妹嫁过去 小鱼自然是不愿意的 在姐姐的纠缠下 只能逃离 上次就是机缘巧合下 遇到了刘友根 小鱼被刘友根所救 又觉得刘友根单纯善良 在一起很是开心 于是就嫁给了她 她也不想再和姐姐有任何的纠缠 没想到就在几个月前 姐姐又找到了她 威胁说如果她不嫁过去 就要杀了刘友根和她的爹爹 小鱼当时非常焦急 所以才会给刘友根说 自己有可能离开的事儿 听到这刘友根怒火中烧连忙又问道 那这次呢 这次是怎么回事 小鱼你怎么会被绑在这里 小鱼呜呜地哭了起来 红莲说道 还能怎样 是被我绑来的呗 原来当时小鱼不愿意跟红莲走 说让再给她一段时间 于是红莲就每日在暗处盯着小鱼 看到她和刘友根一家 虽然过着平凡人的日子 但是温馨和谐 心里就隐隐地羡慕了起来 凭什么从小到大 这妹妹都比自己要受宠一些 家里人宠她 连找个凡人过日子都能得到疼爱 于是她也想体会一下小鱼的生活 就绑住了她关在这里 自己去代替小鱼和刘友根一起过日子 刚开始还颇为不适 原来当番人也这么麻烦 这就是为什么 刘友根发现小鱼有种种奇怪的原因 听到这儿刘友恨恨地问道 我就说咋感觉不对劲 那我爹爹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你做手脚 红莲尴尬地点了点头 这次竟然颇为歉意地说道 你爹爹那事儿真不怪我 我当时饮了点酒 一不小心忘了话形露出了尾巴 没想到刚好你爹爹从这儿经过 就吓得一口气背了过去 这个我真不是有意的 刘友根听到这里也是一阵的无言 不由地看了看老道 他想听听老爷子的想法 怎样处置红莲这只妖怪 没想到老道笑了笑说道 没事 你爹爹他好着呢 真的吗 听到这刘友根当时就一激动 他可是亲手买的他爹爹啊 老道点了点头 那还有假不成 你没发现 我给你的打神石少了一块吗 因为那一块就是去保护你爹爹去了 当时感觉到妖气附体 打妖石自动激发 留住了你爹的一丝残魂 后边我感应到了 就把你爹爹带走了 不出意外的话 过一会儿你爹爹也就回去了 听到这儿刘友根还没来得及有所反应 没想到对面的红脸 却是深深地送了一口气 说道 我知道我自己做了这么多的错事 属于我活该 你们要杀药寡随便吧 刘友根听到这儿也是一阵头疼 他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小鱼这会儿却说话了 老神仙 求求你放了我姐姐吧 姐从小和我感情很好 只是她的性子比较急躁 但是她的心眼并不坏的 求求你放了她吧 听到这儿 红脸惊诧地看着自己的妹妹 眼睛也慢慢地红了起来 她万万没想到自己一直欺负的妹妹 竟然还反过来给她帮忙说好话 妹妹 你不用给我求情 姐姐这一次也是实属活该 从小到大我都想和你争个胜负 现在才发现像你这样 一家人平平安安在一起生活 才是最好的 说完泪水如有 指都指不住 老刀看着刘友根 友根你的意思呢 我是把她带走还是 刘友根刚准备说话 小鱼却连忙抢着说道 友根 要不这样吧 姐姐好不容易逃离出来 要不你就把我姐姐娶了吧 姐姐这段时间和你在吃住在一起 我相信她也已经对你有了感情了 说完一脸期待地看着红脸 没想到红脸却翘脸一红 低下头不好意思看刘友根 她毕竟是个女儿身 并且天天和刘友根在一起 把夫妻该做的不该做的事情 都已经做过了 其实她心里也是喜欢刘友根的 因为刘友根确实单纯善良 对自己也很好 虽然是把自己当成了妹妹 想到要被老刀带走 还不知道生死 又想到了妹妹的话 红脸连忙点头道 我愿意 我愿意和妹妹一起 跟友根好好的生活 老到听到这儿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于是说道 毕竟人妖说徒 你们嫁给友根 终究也不是个长久的法子 这样吧 如果你们俩愿意 我就取出你们俩的内担 让你们真正地成为两个凡人 缺点就是以后的寿命会有限 会和凡人一样地经历百年生死 你们愿意吗 红脸和小鱼相识了一言 连忙说道 愿意 我愿意 这一下让刘友根 赵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怎么无缘无故的 还又捡了一个媳妇 就这样再取出内担之后 刘友根带着红脸和小鱼 又回到了村子里 果然爹爹已经到家里了 老道已经抹掉了爹爹 关于李渔的记忆 听着友根说事 又带了一个媳妇儿回来 以溜烟地拿上香表 往祖坟跑去 因为他感觉实在是祖坟冒烟了 就这样 刘友根带着红脸和小鱼 两位妻子 开始了新的生活 红脸因为以前去过北海 所以对路途中 哪里有宝物珍珠破为熟悉 带着刘友根一起寻找 还真的找到了好东 发了财之后 刘友根也不再砍柴了 索性在县里开了一个饭店 有红脸和小鱼两位美人 店里的生意竟然颇为的好 第二年两姐妹 就给刘友根生了一儿一女 在当地成为了段佳化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